学说一段聊斋之意同课 董生 徐州人 这人呢 字是聊斋上写的董生 就是有功名 秀才 但是呢 他好武 武术 打响呢 好剑术尤其 就是宝剑 好练 为人呢 因为他好奇这个武术呢 也自诩慷慨仗义 事凡练武的 您听杀七个仔八个 竟说自己露脸的事 挨揍不提 那么董生呢 也这样 有一次他出门 在路上看见一人 他一看这人不俗 怎么 这人呢 穿着打扮 就像那个游走江湖的大侠一样 身背着斗笠 那如果大侠挂线 那是普通人脑子里头的印象 为什么呢 就是影视作品给我们大伙脑子里头留下一个印象 大侠都得带着土力 一身不一 或是背刀 或是配件 反正得有点气质啊 跟别人不一样 那才算大侠 董生一看这人 就即便这人不是侠可爷 贱可爷 这人也有点功夫 我就跟他聊聊 这样 他呢 催他这个角力 追人家这个角力 这位骑一个小驴 他跟着人家 一会儿骑头并配了 他跟他瞎搭子 我看您这穿着打扮 您会咋吧 您是个链家子 这位一听乐了 链家子 我链什么 我竟链挨揍啊 什么链家子 你咱哪看出我链家子 您这能耐我看着 正格的人姓什么 您哪的人呢 辽阳同性 咱们这段书叫童课 我是辽阳人 姓童 别的不能再深说了 胶浅不可延伸 平水相逢 在马路上方上能说多深呢 是 诶 诶 证格的 同 同 同 壮事 您 平常 出门 这是干什么呀 啊 干什么呀 我就是 哎 闲逛三山 闷塌 五月 出来瞎溜达 我都 从家出来 二十多年了 您这二十多年 大江南北去的地方不少吧 哎 倒是到过不少地方 您这是打哪来奔哪去呀 我是自海外而归 漂洋海外 到了外国地了都 对 你说我这眼睛 嘿 管点用 我这要是一聊天 一恍惚 没看见这位 或者说错过去了 应的那句话了 与高人而交臂失之 今儿我发现高人 这位云游天下二十多年 还出乎外扬 自海外回来 我得好好问问 那我再问问您 您上海外也好 哪也好 您是不是碰上好多艺人骑士 艺人骑士 对 就是那个剑仙 就那能力特别大的 那个来无影 去无踪 蹬下无痕 踏雪没有印 高来高去 飞贼呀那是 那算什么艺人 不我说的不圆全 我没想好蛇 就是那就是武侠教书上 写那个 那这艺人是什么标准呢 这么跟您说吧 最起码 他能欲剑而行 什么叫欲剑而行 就是宝剑的 他能以气而欲之 从驾驭这宝剑一张手 小宝剑飞出去了 千里之外取人 向上人头 如探当取物 反掌观文一般 没见过 您说说我都没瞅见过 怎么呢 这书呢都写了 我老师告诉我了 那你找你老师问去 问我干嘛呀 你瞧过 您看不出来我的意思啊 您瞅着我 您瞅着我 哎 漏漏 没带着耙子 什么话 什么叫漏漏 不是 我这个年龄岁数 身上闯歌 言谈举止 行动端方 您看我这干嘛的 我看你这个 车站两个字 站长 小偷 我这脑袋 暂着字呢 小偷 我偷了东西 跟您家了 什么小偷呢 我练过舞 哦 你就练过舞啊 练过什么 我宝剑最好 说着话 嘿 一伸手 他把宝剑给摘下来了 退剑 吃了 崩荒 仓子拉 宝剑出霞 他一晃他这柄剑 您看见没 一脱的剑袍 一亮的宝剑 怎么样 这姓童的一看 这怎么样 这不怎么样 你光有剑不成啊 你练的怎么样啊 得 咱们站住 我练一趟给您瞅瞅 还能练一趟 啊好了 算了索性没事 咱练一趟吧 两根都顺啊 脚立上下来 他这宝剑 在手里钻着 他递着这宝剑 往道庞一带 宝剑 您是高人 您瞅瞅我这能力怎么样 我先练个架门 恨服来迟架势 一练个架门 这位童先生一看 啊 怎么着 接着来啊 还接着来 这您还看不出我这功夫来吗 您就往摆一pose 往哪看得出来 这不是照相啊 您得练两下 哈嘞 您上眼瞧 唰唰唰唰 一练那剑 中国寒恨的下个功夫 这姓丛在旁边瞅着 嗯 练了半天 剑交左手 往身后的一背 挺精神 气不庸出 面不更色 怎么样 我这个 练得不错 这就够用吧 您不用找剑仙了 剑侠了 您这点能的就可以 现在 一般的那个装机笨打 是四五十靠不上钱了 是啊 我是没跟我这么说的 另外我这宝剑 人还没绝出到的好处来 还有什么好处 您看一下 到旁边有的密合小树 有茶碗粗气 他过来 一轮这宝剑 卡 这个小树 批尾两截 树帽子 卡卡一下下来了 我这剑子量 快不快 一生一丑 哎呀 说到这儿了 我倒能跟您探讨探讨 武术我不懂 剑术我更不明媚 但是这个宝剑好坏 我倒是能瞧出来 您这剑还真快 借给我 我瞅瞅 你瞅瞅你瞅瞅 说着话一缕剑袍 把他带着这配剑递过去 同客接剑在手 用手艺残着剑背 这叫宝剑呢 啊 这个 废铜暗铁呀 这不算什么呀 你要说剑术我不懂 好宝剑我可见过 你瞅瞅我这个 这把剑可也没还给董生 他一伸手啊 从怀里边蹭 他又拔出一把宝剑来 那时候宝剑不是在腰中挂着吗 不解 他这宝剑短 小宝剑 就跟我这扇子 一边长一尺 十把长的这么一把小宝剑拿出来 他一愿疯狂 这小宝剑弹出来了 他把这宝剑衔往地上一扔 伸手一敲这剑瓣 他把这小宝剑往前一递 就这一地剑不要紧 就不雅如半玄空 打一刀利闪相防 董生就觉得寒气息人 冷光扑灭 呦 您这小宝剑 好啊 也未见得多好吧 咱们试试 我有一把剑 您有一把剑 咱们看看这两把宝剑 数好谁坏 好啊 他这只手举着董生那把宝剑 刚才叫萧树那把 他拿着自己这柄剑 这剑立着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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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削豆花似的 一寸多一截 一寸多一截 就把董生这宝剑 全都给多说了 一直削到宝剑瓣 这儿 董生一看啊 完了 我这花多钱买的宝剑成修脚刀了 还剩这么点 还有什么用 得了 我不要了 您扔了 他把这剑瓣一扔 您觉得我这怎么样 原文上写 削这把宝剑 脆如瓜瓣 这宝剑到人家这剑头了 就跟西瓜瓣似的 董生一看傻了 哎呦 董老师 董剑仙 招人不露真相 您还告诉说您不懂剑术 不懂剑术的人 他能配有这把宝剑吗 就您这把宝剑 是之罕剑 其真一宝 这是剑祖宗 这是宝剑里头的 真品 您一定有能耐 没别的 我可不管您高兴不高兴 我这就算磕头拜老师 说的话扑通就跪下了 我家里有俩钱 不说有钱 我家里头反当 吃喝不困呢 我就耗这个 从小我就耗练那宝剑 您一定 不能博我 您上我们家去 我求求您您教我一招办事的 我算您徒弟 以后出去我打您腕 同学一听挺为难 从地上把自己那小宝剑剑侠 捡起来 宝剑还匣 往怀里一吹 你姓什么叫什么 我姓董 我是徐州人 咋能跟我小剑呢 其实你练得不错 你起来 我教你点 也不是不可以 可是我这门户挺怪 怎么怪 基础好坏无所谓 原先你会练不会练 都不在紧 最主要的 我们这个门户 忠臣孝子 不是忠臣孝子 不许交 我不知道你的人性怎么样 啊 老师 别人我不敢说 拿我姓董的来说 大大的忠臣 绝对孝子 我家里头 我爸爸还活着呢 您上家 您问 打我嘴里说不算 您问我爸爸 我怎么样 养儿子干嘛 养儿防备老啊 对了 爹娘一把屎一把尿 把人拉扯大了 放屑父母之恩 正干那个不孝的事情 那不够人格 不配一瓶一那儿 别的我不敢跟您说 要提这个孝道 我没问题 您不就这条件 我认为我够格 嗯 空说无凭吧 这我也不太信 您上家问一下呀 我实在是崇拜您 您一定得教我 好吧 这样 我看你 啊 学艺心切 我呢 也不是不可以教你 嗯 你的这个人品呢 我也信得过 咱到家看看吧 哎呦 太棒了 董事长已经乐疯了 半道 简易见仙 你说人这宝箭 我那宝箭够快的了 好茶饭出息小处咔咔都剁舌了 我花重金买的 到人那把宝箭里头 跟豆花似的 叉叉叉叉就完了 这位的能力大了 这要请回家去 我用上几年功夫 三年兵二载 我的一夜大进 我就也 我也建仙了 就建仙不成我来个建侠呀 建客也行啊 就这么办 老师您跟我走 没多远就到我们家 两个人二次 上了自己的脚里 这同客还真不错 跟着董生到家了 他爸爸住这院 他们两口子住这院 他直接就把同客 领到他自己这院里 咱天已经晚了 老师 明天我带着您 见我父亲 您听听我父亲 怎么跟您说 您听听打我父亲嘴里边 接往邻居 您随便问我笑不笑 我够不够您说的资格 好吧 那今晚今晚咱吃饭呢 说着话吩咐家里人 炒菜 做饭 打酒 这同客呀 也没怎么吃 喝点水呀 喝点酒 爬着咱们办碗饭呢 就说吃饱了 我也够累的了 我早接着了 别歇着呀 今儿晚上正格的 您您就 先传我两招啊 先传我两招 那是人不会的 那我也不会 是人就不会的 我要会 我不是人呐 不是 是那旁人不会的 一般人都小不了的 他小不去的 您教我 一张致敌 必杀绝技 干嘛有仇人呢 是怎么着 养牙切齿的 这个万丈高楼 从地起 小能力不能心急 对不对呢 今儿晚上啊 咱们都先歇着 有什么话名再说 行 便不牛牛 他睡觉 他睡得着觉吗 迷迷登登 三经天 将要睡着 可了不得了 怎么 外边一阵 大乱 人声操杂 这董僧有把持 一听外边乱了 蹭一下 顺床子站起来 胡乱呸件衣裳 他可就出来了 站院子里 摘耳头一听啊 哎哟 旁边那院打起来 什么 一伙强盗 打到他爸爸那院里去了 正打他爸爸 怎么听得出来 你个老东西 不说实话 告诉你 放明白点 把你儿子给交出来 你们就住这 我知道 姓董的这小子 你以为这就算完了 让他出来 今天什么事没有 要不让他出来 去洗你的满门 你们家一家 老又良见 一个不胜全杀 就听一个苍老的声音 哎哟 呆王爷啊 我不知道啊 我儿子不跟这儿住 他还嘴硬 啪啪啪 打坏了 感情有强盗 打他爸爸 让他爸爸把他交出来 懂声闻听 不然大怒 一身手撑 把顶门杠抄起来 一轮这顶门杠 啊 干嘛 救爸爸去 就这街骨圆 这铜客也出来了 这铜先生一把 把董声胳膊给钻住了 别忙 啊 老师 我救我爸爸去 别救你爸爸去 什么你就救你爸爸去 你救你爸爸去 你是有去无回 必死无疑啊 此话从何讲 你没听见 人家是指名道姓的让你出去 就笨你来的 你爸爸够意思 你听听你爸爸说的话 打死也不说呀 爱而心切呀 你不能辜负了老人家一片心呐 那不成啊 我爸爸那挨打我能够救 救也行 咱得想办法 再有一个 你就是救你爸爸去 你就不管你媳妇了吗 你现在没生小孩 临死 得跟你媳妇托不托不交代交代呀 听我的 上后边 跟你媳妇说两句离别的话 再救你爸爸不迟 我这儿给你盯着 得功夫我闯出去 喊几个街缝帮你一块拿墙盗 行 说着功当 他把这顶门盖一扔 登登登往后跑 到那边来的 媳妇刚才一看他窜出去 不知道干嘛去了 听外面一阵大乱 一会儿惊慌失色又跑回来了 媳妇得赶紧问他 怎么了 哎呀 大事不好 这般如此如此 这般简单说有强盗找我 现在正打我爸爸呢 我跟你说两句离别的话 我就得上那院旧店去 哎呦 媳妇一听 啪眼泪就下来了 我的命怎么那么苦啊 新婚燕耳 时间刚不长 连小孩还没有呢 眼看就有家败人亡 这样的惨剧就要发生 他救的爸爸 人家指明道姓 找他去 他活得了吗 他媳妇也搭得急了 一伸手 捧 把董生的衣裳筋给攥住了 父啊 啊 你别去 我爸爸那爱打呢 你要去就活不了了 我 可怎么办呢 对啊 我一死 我媳妇怎么办呢 哎呀 路病娇妻 哭得不雅如梨花带雨 好不让人心酸呢 我不去了 那咱们躲躲 哎 连餐带抱 把媳妇抱楼上去 他好练武家里面有弓箭 躲在这楼上 摸着嗨 他把弓箭摸到 张公 带电 他往窗户这底下一摸 以背道弓 就是强盗要弓上来 拿着一根强盗拼命 得保护媳妇 上大院救他爸爸这事 忘了 眼看着 这天快亮 四亮没亮这会儿 外边没动 摘耳子在听 声息皆无 就听着窗户外头 房檐底下楼街角那儿 有人敲窗户 董上 董侠哥 我这好学生 谁 辽阳同性 我在你们家住着的同老师 所万幸 贼已经退去了 没贼了 你呀 守着媳妇好好过吧 一听同老师的声音 猛然响起来 坏了 我禁锢我媳妇把我爸爸忘了 老师说了要想得他的建筑 除非是忠臣孝子 我原形毕露了 哎呀 老师 他不窗户推开了 再看窗户外的房檐底下楼角 人影皆无 找不到这人 登登登登顺楼下来 一直跑去前院打个街门 一看外头 根本就没有打到的现象 再看旁边他爸这院 大门警官 我爸这院怎么了 走两步还没走到这院门前呢 从远处来几个人 打着灯笼 架着一老头 一看哟 我爸爸 这几位立了歪斜走得进去 哗 董夏末您在家呢 没敢给老爷子昨晚送回来 上门那串门喝多 喝得挺好 我们怕天飞路滑 天快亮了 我们几个人保着 给老爷子送回来 正格的 您掺老爷子进去睡觉吧 哎 爸爸 把劲儿好好笑着呢 跟着我睡觉去 一直把这爸爸看进院 一看院子里头 有些个草灰 就是说昨天晚上有人 拿草仁变换成人形 今天全都烧成灰了 使之同客为义人也 那么不明写这段同客 就是讥讽那些个 嘴上说 孝顺 可到了关键时刻 伪难之急 顾老婆 就不顾跌了 他光写这段呢 我认为就很有意思 但是他在同客的这后边啊 又细了一个小故事 比这段还有意思 他说某快意 什么叫快意 就是快手 您听隋唐演绎 快手勤穷 捕快 衙门里头啊 当差的官人 因为他攻势在身呢 经常的 好几天回不了家 就因为他老不在家 他媳妇 就跟街坊有个小伙子 有了奸情了 原文上写 与李忠无赖通 李忠 就是他们这片的街坊 有一个无赖的少年 通就是通奸 他不知道 一天呢 他当夜班 晚上没什么事呢 他就早回家了 千块亮到家 整看见 这个李忠无赖 这个少年呢 顺他们家出雷 当时他没原因 这位走了 他可急了 踹门就进来了 把媳妇就叫起来 怎么意思 说说吧 说什么呀 大青岛回来 让我说说 我说什么 我说你听得懂啊 哎 刚才我看一人 说咱们家出去 怎么回事 没睡醒呢 眼花了吧 原文上写七不服 不服说 不承认 没怎么办东西 嘿 我要当时把这小子 摁住就对了 好 咱走着瞧 刚说完 他得睡觉 就在床上 捡着少年一物 就这小伙子 大东西了 那的什么呢 原文上没写 是身上带的东西 是袜子 是内衣 咱就甭去研究了 反正是男人用的东西 而且不是自己的 这怎么意思 这怎么意思 我眼花了 这人我能看差了 这东西 您横不眼花吧 您瞅瞅 受累 看看 这是不是咱家东西 是不是我的 怎么来的 就是您只把这说清楚了 就行了 媳妇呢 再不服不行了 真脏实据呀 把这东西接过来 眼泪先下来 突充往这一跪 你饶了我吧 我饶你什么呀 刚才您看的那个 确实我们俩人 有奸情 您说说 男子汉大丈夫 听媳妇说出这样的话来 这班头能不生气 勃然大怒 气得脸都清了 只咬牙呀 用手一指的媳妇 好啊 你这就犯七出之条啊 要把你修了都便宜你 为什么 你要再嫁别人 你还害人去呀 可我身在宫门 我是懂王法的人 不能知法犯法 我把你给弄死了 不执着 脏了我的手啊 一伸手 蹬过一条绳子来 把这绳子啪击 往媳妇面前一拽 你要是人 你要还有一点 廉恥之心 自己拿这条绳子上礼物 自己上吊 死去 他媳妇磕头 你能不能饶了 我不能 死去 他媳妇哆里哆嗦 把这条绳子捡起来 那我就死去了 死去吧 他媳妇拿着绳子 站起来 往里屋蹭 我临死 提个要求行吗 你还有脸提要求 你提什么要求 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鸟之将亡 其名也哀 是我对不起你 你又不肯原谅我 我临死 能不能换换医生啊 换什么医生 我这身死 太寒碜了 我换身好看的医生 我捣去捣去 再死行吗 黄泉路上 也别太人笑话我 我还有这心呢 哈哈哈哈 您捣去您的 资女死 怎么都行 低着这绳子 媳妇进礼物 捣去去了 把她气 喝吧媳妇 做出这儿 对不起我的事 我让她死 她还捣着捣着 一看桌子 有酒有菜 甭问的 这是人家俩 昨天晚上 啊 甜甜蜜蜜 恩恩爱爱 又吃又喝 对 好 我媳妇陪人喝酒 这都是我赚的钱 我不爱吃 我什么时候吃过这儿 炒虾仁 我最腻得吃这个 我有病啊 吃海鲜 发物啊 我就是吃窝头 抹臭豆腐 我不吃了 我喝酒 喝上闷酒了 自贞自拙 她媳妇把绳子 拴好了扣 开始换衣裳 开始捣尺 捣尺完了 她媳妇挑帘出来了 夫啊 夫啊 别说我媳妇三十多岁 真勾人 那么年轻的小伙子 都喜欢她 难怪 漂亮啊 但分她碎了起 我舍得让她死吗 叫我干什么呀 我死去了 死去了 这 国人 连我死啊 就是一个眼神 您再瞅斑斑 你不死 你等什么呀 你捣着都不好看 你就能不死了 你冲我非眼 你就不死了 你谁会死 这死是从家座里挤出来的 她媳妇一听 行 我死个样 让你瞅瞅 看你后悔不后悔 我死去 我死去 她慢慢的往回拧 这身转过来 走两步 刚要调理 间屋的屋门 您再瞅 班头坐在这 大瞪的俩眼 瞅着自己的媳妇 原文上写 各位呼之欲出啊 这人物 我给您说 蒲松林先生 用笔如神 将 智斩 而呼约 智斩 手里的酒杯 啪 往地上去摔 站起来是一声的大吼啊 哎 反你 反回家 反回来 回来 她媳妇一听 干什么呀 一顶绿头巾 我不能压死人儿 徒松林老先生 就在同课的后边 续了这么一个小故事 男子汉大丈夫 遇见这种事是很难抉择呀 丈夫处事逞英豪 难免欺淫子不孝 苦逼爱妻去上吊 是不如自己带绿帽 好